他们 瞅你出来了 气死我 能到我们考虑了 说什么的 看下个你的世界 零分 你的你都得零分 还有你的刘儿也是零分 不 不对呀老师 我们世界上明明是一百分呀 嗯 谁说一百分呀 我说零分就是零分 嗯 老师啊 这世界上写的明明白白的 轻轻成熟的就是一百分呀 但是你们所有人都作弊了 所以我给你们按零分计算 我们没有作弊 没有作弊 哎好意思说 李东东 你每次考试不是七十分就是八十分 少少考过一百分呀 那我说这次我好好考呢 不可能 为什么每次都没考过一百分 这次考一百分了呢 可能这次比较幸运吧 结果 还要你也有考试 平常都考个数 这次也考了一百分 哎老师 那万一这次是我超级运气好呢 就是再长长发挥 警督就考了六十分 所以你可以做作弊啊 那老师我平时也是考一百分呀 对啊 因为你的试卷考着的时候 肯定让他们两个超级的了 让他超级的肯定也是作弊 老师我没有 没有 有没有 看下监控就知道了 行不呀 我早就按了摄像头 好看就怕 哎呀这一次试卷好难呀 怎么不能空了不写吧 我得想个半点 哎有了 嗯 哎 这些抓究不就好了吗 是这个 哦 原来答案是这样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样呀 嘴嘴嘴 不好意思啊 老是冤枉你呢 你就是冤枉我了 我就是抓究写的答案 没想到这一次这么幸运 竟然跑了一百分 那刘老师 看下你的 我 哼 这是六年级的数月题吗 这是奥数吧 他病的我 我不认识他呀 这人写什么行 哎还是睡一觉吧 当鸡腿 真香 再给我来一个 我能吃的药 鸡腿 真好吃 真好吃 哎 妈 做个梦都能跑一百分呀 那梦游是没办法 运气好 那行吧 不好意思啊 是我错怪你们了 刘老师 李逗逗 你们两个是不是脱了我的 运气药水了 啊 什么运气药水啊 我刚才在监控里头看到了 你们两个去我办公室 打扫卫生了 桌子上的幸运药水 正是被你们俩给喝了 教导主任 跟微生你说的那一杯橙汁吧 什么橙汁 那是我刚研制的幸运药水 怎么样 喝了有效果吗 是不是特别的兴趣啊 啊 有有有有有有 那就行了 看来我研发成功了 我要回忆再多做一点 等着 原来你们两个是喝了教导主任的 幸运药水呀 现在 含水作弊 明天你们两个把家伴嫁过来 啊 那老师他们没有看我的啊 那我算作弊吗 这边我也决定不了 为小朋友们 嗯